Hello 大家好 我是塔塔 最近暑假期間好像蠻多媽媽都忙著照顧孩子 沒有時間下廚 那我們今天也不下廚 來看看我的廚房吧 搬來這邊大概滿一年了 我盡可能維持原來整齊的樣子 我平常都是在這邊做拍攝的 我的廚房不大 所以只有裝兩爐的瓦斯爐 左邊這個是單燕火 右邊這個是雙燕 單燕這邊有電子感應點 中間這個凸凸的就是 你可以按這個電子控制鈕 來控制時間跟溫度 我先把火關掉 這個瓦斯爐要鍋子放上去才能感應到 這樣就可以控制煮的時間跟溫度了 溫度有160度 180度 200度這三種 做煎炸的時候非常方便 我通常長時間料理的時候都會用這邊 然後按下計時器 時間到它會自己關火非常安全 這個是油煙機 我建議大家可以換這種沒有濾網型的油煙機 它清理上真的很方便 你看我只要拆下來用清潔劑噴一噴 擦乾淨就可以了 糟糕我這個大概有兩個多月沒有清理了 等一下我再來洗 我先把它裝回去 接下來看一下瓦斯爐下面的抽屜 接下來看一下瓦斯爐下面的抽屜 我習慣把刀子都放在這邊 比較方便取用 這個是烹調常用的調理鏟 我都放在這裡 旁邊這放一些筷子啦 湯匙之類的 這樣煮的時候隨時都可以拿得到 我習慣會蓋一張保鮮膜 因為我怕有湯匙會掉進去 這個是飯勺 這個是夾肉的夾子 這個有脆胖 但是我都拿它來水大蒜啦 還有打扮器 大概就這樣吧 下面這個抽屜看一下 這裡面有一些湯匙 還有比較小隻的叉子 小碟子 用來放一些調味料的 這邊也有一些常用的小碟子 還有這些小碗 我煮東西的時候都會用到 像是試吃一下味道啦 好裝一點配料用的 很方便 然後這個是我在東京偶然買到的一個 檸檬器 還有這個磨泥器 可以磨蒜泥啊 薑泥啊 蘑菇泥 這個是無印良品的法王盒 很好用 我都拿它來裝配料 這個是玻璃的調理碗 它可以耐高溫 我常拿它來做麵糰啊 做發酵啊 這個是涼杯 有四分之一 二分之一 各種不同的尺寸 不過好看而已啦 不太好用就是了 再來看看下面的抽屜 這個是手套 然後 無鏽鋼盤 用來瀝乾或者是瀝油 都很好 還有這個蒸盤 上次蒸燒賣的時候有用過 這種調理盤很便宜 可以在金行買到 備料的時候很好用 然後這個玻璃的調理盆也很好用 買了好幾個 可以裝任何你想要裝的東西 做備料啦 涼拌菜啦 或者是裝湯匙筷子等等 像這個就是一樣的肉器 這個在IKEA有賣 這個還蠻便宜的 保鮮膜 這邊還有一把主廚刀 本來是要給持家男用的 但是他又不切菜 就是會摸摸啊 那就一直放在這裡 這把刀是日本的很漂亮 我用的是24公分 比較小一點 非常好用的一把刀 然後這個是我在Amazon買的吐司膜 一開始蠻好用的 不過後來就有一點沾 不是很推薦 這個是食物調理機 很方便的一個小道具 它可以打碎很多食物 很方便 然後這邊有一支撈勺 是炸物的時候用的 還蠻漂亮的 這個是蒸架 你可以放在鍋子上面蒸東西 還蠻不錯的 不過現在我比較少用這個 這邊還有一支冰淇淋挖燒 買來的 現在從來都沒有用過 這邊是調味料櫃 橄欖油 芝麻油 清酒 玄米油 芝麻油我喜歡用泰鄉 還有這一瓶最近買的 這兩瓶都不錯 另外還有一罐酒鬼胡麻油也很好 這罐橄欖油 我還蠻常用的 還不錯 還有玄米油 還有玄米油 我常做炸物都會用玄米油 它比較耐高溫 另外玄米油還有這個牌子 我也很喜歡 明花田有機店有賣 可以去找找 像是日本的做炸物啊 通常都會有玄米油 因為它比較沒有特殊的味道 會影響料理本身 清酒你可以買日本進口的 或者是台灣這一款玉泉清酒 它在全聯就有賣 它給的也很平民 還有這個紹興酒也是必備的 做中菜很常用到 這罐菜籽油呢 是我上次做蛋糕用的 它的味道也不會太重 影響蛋糕本身的味道 要做油波辣子的話 也是用菜籽油 水米油也可以 米酒 醬油 我喜歡用的醬油牌子 大概就這一款了 我會買精美好啊 精美滿這兩罐 甘甜那一罐也不錯 這是我常用的味醂 這個是日本很有名的味醂 它是純釀發酵的 它有一款三盒 味也很棒 不過最近沒有買到 這罐是純米醋 也不錯用 再來開這個抽屁 這個是揉麵店 它可以防沾黏 蠻推薦的 風沸紙 米箔紙 還有這個排氣管 很好用 油刷 油刷 烤法師布雷用的杯子 噴槍 還有這個做醃製肉類的時候的叉子 派盤 有小的 有大的 這個派盤呢 是可以分離的 它會比較好脫膜 這個 這個小沾板也很好用 切小東西的時候很方便 在那個IKEA也賣 還蠻便宜的 小湯匙 小叉子 筷子 這個油骨 我覺得不太好用 沒有很推薦 胡椒罐 鹽巴罐 這邊有這個我很常用的 研磨鍋 我通常拿它來研磨香料 還有這個砧板 這個是日本的檜木砧板 超喜歡這一塊砧板的 它的木頭紋路很漂亮 味道聞起來也很舒服 有一個檜木香氣 然後它是整塊木頭去切割的 不是組合的那一種 很漂亮的一塊砧板 可以這樣立著晾乾 再開這個抽屜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香菜籽 然後這罐是花椒 白胡椒粒 黑胡椒粒 還有這一罐是我自己調配的香料 藍飛 肉豆蔻 你可以買這樣一顆自己來磨 你買一罐的肉豆蔻粉來的划算 先磨的會比較香 八角 哇 好香的味道喔 磅秤 我用兩台TANITA的磅秤輪流用 這樣會比較方便 辣椒粉 這個做辣油的時候用的 綿繩 還有日本的小茶壺 這是三紅花 你可以在中藥行買到這個牌子 味道很好 做西班牙燉飯或者是香料飯的時候可以加 這個是三紅花 做西班牙燉飯或者是香料飯的時候可以加 做西班牙燉飯 這一罐是柚子漆味粉 這罐是柚子漆味粉 中藻桌的下面我放了一些常用的砧板 拖盤之類的 這是植花店 水波爐的烤盤 水波爐的烤盤 麵包出爐時候用的散熱架 這是植花店 洗出菜水果用的容器 因為我很喜歡用水波爐 所以裝潢的時候呢 我特地幫水波爐留一個位置 它可以這樣拉出來散熱 但是我通常就只有拉出一半而已啦 沒用的時候推回去一點都不佔空間 旁邊這個是洗碗機 我覺得洗碗機是現代人必備的 這幾個碗剛好是中午吃午餐的時候用的 沒有幾個所以我就放著等晚上再一起洗 水槽下面沒有什麼東西 大概就是一些雜物 撈勺 還有這個肉網是雙層的 它可以過濾的比較細一點 小的過濾網 這個是撈福家用的 還有這個洗碗粉 這是我專門用來煮鍋子用的 可以洗得很乾淨很推薦 這款清潔機也很好用 除油的效果很好 這是我洗碗機專用的洗碗粉 這是我洗碗機專用的洗碗粉 防蟑螂的排水管 進水器 上面這個就是我的水槽 這個水槽也很好用 它是沒有廚餘提燃的 它比較衛生一點 但是實際上也比較麻煩 因為只要有菜渣在排水孔 你就要馬上清掉 不過相對的也比較容易保持乾淨 這個水槽是德國花鋼鹽水槽 比不鏽鋼的好用 我選的這個是白色的 感覺很乾淨舒服 這個是進水器 這個水龍頭也很好用 壓下去會有像淋棚頭一樣的水 這個水龍頭也可以拉出來沖洗 一樣可以撒花 我的廚房不大 所以盡量的保持乾淨而已 原來想做一個有中導桌的廚房 不過因為空間實在有限 也就做這樣子一致型的 簡簡單單就好 這個拉門是可以這樣拉開來使用的 然後葉片可以打開 就能透光 也能夠保有隱私 不要用的時候呢 就拉到旁邊去就可以了 不會太佔空間 我沒有做上櫃 因為以往的經驗覺得 上櫃的東西根本不好拿 然後看起來也不夠明亮 所以我乾脆就這樣空蕩蕩的 也比較舒服一些 廚房這片牆呢 是防火的材質 不是玻璃的 日本現在都是用這一種 那因為玻璃在拆的時候 玻璃碎片會容易噴到身上 讓師傅受傷 所以我不喜歡用 這片牆沒有多餘的東西 但是掛了一個youtube發給我的獎牌 這個是我youtube post十萬訂閱的時候 youtube發給我的 The Rosalina's Kitchen Congratulations on passing 100,000 subscribers 恭喜十萬訂閱 希望有一天可以再拿到 一百萬的獎牌 廚房的另外一片牆呢 我貼了清水膜的藝術牆 它的材質摸起來粗粗的 很像是水泥的感覺 質感也很好 那這個是Panasonic 日本進口的材質 每個朋友到我家 都說好喜歡這片牆喔 也有簡約風 看起來很舒服 那客廳的另外一片牆 我也是貼這種藝術牆 我的碗盤實在太多了 所以就放到客廳這裡來了 這邊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服務鈴 其實就是亂買啦 沒什麼作用 還有這個蠟燭台 很有印度風 六爐盤 這個漂亮的杯子 是我去東京買的 現在台灣好像有分店了 可以在台灣買到 這個是這個牌子 енной lamp 那個杯子也很療癒 還有這個盤子 也是在Niko & Bubble Bar 買的 這個小甜子也很療癒 還有這個ラクセチューブ的Melody的小碗 好可愛喔 晚輝下面放了這個 我一直沒有用到的披薩和配飾 當初裝潢的時候 我裝了一台蒸烤爐 因為一直不太會用 所以就這樣一直放著 就是現代人買電器要特別去上課 有點太浪費時間了 那水布爐就很智慧 你需要去上課 會看液晶螢幕就會操作 人性化多了 水布爐超好用的 我自己很推薦 這個是烘焙時 目前還沒有用過 今天謝謝大家的收看 喜歡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訂閱我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